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妈妈 这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吗 妈妈希望你跟哥哥 健康快乐的长大 待会妈妈考察完 带你去吃大餐 耶 小李 爷快跑 看你去哪儿吗 别滚 别滚 这小姑娘好像还活着 我要不抱他走 狼就会叼他走 我也是好心 妈妈 妈妈 人差就回来了 但是高空坠落 大脑受了随伤 以后可能是个石棍人吧 妈妈 妈妈去哪儿了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妈妈 我要回家 别吵了 答应我回家的啊 医生 怎么说 就目前这个状况 它是头部撞击 记忆受损 妈妈 我头 哎呀 可以可以 我的小儿子 终于有儿媳妇了 来 他就是你哥哥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 知道吗 妹妹 哎 这是什么东西 哦 好东西啊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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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就不给 你人都是我们家的 哼 妈 当年你带着妹妹一起去景区考察 没想到却意外追扬 你重伤昏迷不醒 妹妹消失不见 如今已经十五年了 不过还是你 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 我们会找到依依的 真语 坠牙的事可有眉目了 还没有 你追查了这么多年 可是一切证据都表明 你妈坠牙 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过于执着 爸 沈家收要我 妈妈从小从未把我当外人 看 这本情值得 寻神 对不起啊 找死啊 诶 全员启示 这不是沈家仙金 我可以顶气啊 诶 林熙熙 林熙熙 我追了你那么久了 该答应我了 你要我答应我就答应 全村人都知道 你妈把你给回来 是给她那个傻儿子当媳妇 救你不信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不管你是 你会别再跟着我 你放开 你放开 你放开我 是不是 是不是 放开 林熙 你干什么 妹妹 我这欺负 老子今天不收拾你 老子就不信留 打 你要是敢打 我就报警 林熙熙 你等着 别后悔 哥 你没事吧 不怕 不怕 走吧 喂 爸 你是 你是赵辉的女儿 你妈她 前两年都装命死了 是不是很满意 这样就没有人揭露你当初包妻弃女的罪行 当年为了潜入坠 娶沈家的独女 而我呢 从此过了私生子的生活 跟我妈颠沛流利 我 如今 你在沈家有权有势 估计 让我过上好日子 不是什么难事吧 我在沈家只是个坠叙 我知道 爸爸 但是私生你这件事 毕竟是丑闻啊 这件事 如果一旦传出去的话 你所做的一切 都会变成泡影的 所以呢 我给你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 既能圆了你的心愿 又能圆了我的幸福 一举两股 还有这种办法 沈为坠崖失踪 这么多年都没有想到 应该 永远回不来 不如 让我成为沈 这怎么可能 我可不是跟你商量的爸爸 这么多年我过尽了苦日子 你可都不想回去了 从此 沈为就是我 我就是沈为 还敢带着你哥 可我不打死你 不是的 妈 我是来站上买点东西的 你竟敢骗我 你骗我 你敢敢带着你哥 怎么回事 可我不打死你 不是的妈 这个女儿怎么这么眼熟啊 爸 快走吧 我一刻都不想在鬼地方待着 爸 有依依的下落 听说林家庄有个女孩 是捡来的 年岁和依依一样 大哥已经出发去找 依依不就在你面前吗 什么 我已经确认过了 她就是依依 依依 你真的是依依 哥 各位 各位 我的妹妹审视千金 如今回来了 在场 见者有份 每人都有红包 见者有份 求红包 很想抽烂呢 走 回家 妈 怎么了 这不是看你累了一天了 我给你送杯水 哥 你这是干什么 睡觉觉 睡孩子 哥 我求求你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妈 你放我出去好不好 别敲了 你就是我灵家 见来的儿媳妇 还想出去上学 门都没有 你就老老实实 在这待着 给我老灵家 开枝散叶吧 怎么没动静了 我的儿 灵心 灵心呢 灵心 还敢跑 看我回去 不打死你 你不是我妈 我不跟你回去 我不是你妈 谁是你妈 我捡了你 养你这么大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从小到大 我都以为你只是偏心 偏心哥哥有病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是我亲妈 我亲 你还想让我当你儿媳妇 你好狠地心啊你 既然你知道了 就跟我回去吧 我不跟你回去 别逼我 快追 他跑不远 别让住手的鸭子跑了 爷爷 哥哥一定会找到你的 什么事 是不是你把我女儿藏起来了 什么女儿 你看见 有个姑娘 跑过去没有 没看见 我不信 不信你自己看 那我坏了原价配偿 怎么可能没有呢 哎呀 白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媳妇 也看着就要煮成熟饭了 却飞了 好了好了 行了 去那边看看 走 依依依 这是妈妈 你还记得吗 哥 对不起 五岁那年我生了一场大病 五岁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那你 不会连我也忘记了吧 怎么可能呀 我们是兄妹啊 即使失忆了 也割舍不到我们兄妹情依 对 太对了 我太高兴了 哦 对 大哥还在找你呢 我忘了给大哥说了 喝口水吧 他们为什么追你 我不能回去 他们让我给我哥当媳妇 我不想 我真的不想 你就是林家庄捡的那个女孩 难不成 她就是姻姻 你从小 是不是有个长命了 你从小 是不是有个长命了 喂 喂 喂大哥 姻姻找到了 找到了 好 我马上回去 你现在 有没有落脚的地方 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 放心 这里很安全 你现在就在里面住着 多久都可以 哦 对了 你多大了 二十 二十 你没上大学吧 没有 我上完初中 我妈就不让我上学了 不管怎样 以后都会好好的 你先休息吧 哦 对了 你叫什么 林 林兮兮兮 林兮兮 林兮兮 挺好听的 那你呢 给你 这上面有我的姓名跟电话 以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 什么山芋 你先好好休息吧 拜拜 大哥 这是 跟爸的亲子鉴定书 没有问题 伊兮现在就知道 伊然 刚好在集团下属的培训学院 然后来医院做登记 库里DNA不就比对上了吗 哎 伊兮之前生过一场大病 五岁之前的事情不记得 不记得 妈 我回来了 沈宇回来了 伊伊 这是你大哥 你说瞧瞧 你刚出去找人 这人就回来了 我们找了整整十五年呢 你说说 你妈妈回睡了这么多年没醒 说不定是她在保佑我们呢 这苍天开眼呢 伊伊 大哥 伊伊 以前你跟妈妈的事 对不起啊 大哥 五岁之前的事 我都不记得了 没事 只要你回来就好 是啊伊伊 以后我和大哥 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你去查一查赵一然的过往 沈总 你是怀疑赵一然不是小姐 不是怀疑 言尽点总是好的 翠雅的事情 你还是盯着点 是 哦对了 我记得吉他下属 是不是有个培训学院 你去蔚来酒店接一个女孩 叫林希希 安排她进去 然后把她列入一一助学基金领单 学大费全免 哦对了 再多补贴生活费给她 是 沈总 什么着 当了沈家的千金 就不让我们这些姐妹了 十万 叫你们那般人把嘴巴给我闭起 十万就想掩盖你破坏别人婚姻的事情吗 你想要多少 一百了 你知道得罪沈家的下场 二十万 好 那先走 站住 听到什么没 肯定的 别太没 不 aki 走 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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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一边去 起开 起开 还不赶紧走 你知不知道这是沈家大小姐 她是谁啊 不知道 应该是什么特招贫困生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了 你赔得起吗 这 你衣服换哪了 我怎么知道啊 那你凭什么污蔑我啊 什么东西都是要讲究证据的 我的话就是证据 我说坏就是坏 存心找茬 对不起啊 我不跟你玩 想走 没门 让开 让 让开 快叫我哥 学校姐出事了 起了 在了 赵一然的身份确定没有问题就行了 还有 吹牙的事情继续盯着 有线索及时告诉我 是 后退了刘秘书 沈副总呢 去学校了 一一小姐 在学校说了点事 什么事 受了点伤 什么 喝点水 你怎么搞的你 是谁欺负我妹妹 哥 沈二少 你怎么来了 李主任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沈为先欺负同学的 我没有欺负他 是他先撞的我 大爷都看到了 李主任 听清楚 沈公子 是他先污蔑我在先 你们有权有势 也不能这么黑白不分 任意欺负人的 欺负人 你上哪了 我妹妹上在哪 她今天信号 是 她要是有势 我让你用命来赔 主任 如果我明天在这里看见她 你这个培训班李主任 别想当了 沈公子放心 我立马开除她 把她赶走 主任 你不能这么做 集团办这个培训机构 你是要讲信誉的 这么随意开除学生 集团信誉何在 沈公子 你想想沈为 到时候别人会怎么看沈为的 好 那可以不用 但必须下跪道歉 敢欺负我沈运辰的妹妹 必须要让她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你 不贵 那就等着被开除吧 有些代价我们能承受 你可未定能承受 依依 我们走吧 沈二公子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会说到做到的吗 当然 希希 沈文 对不起 依依 你原谅她了吗 不过 林希希同学 有些话最好吞到肚子里 以后走路最好看着点 哥 我们走吧 谁干的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让妹妹吃亏的 既然你能处理好了 我也不追究了 回去再让医生看看 好 那人看着好眼熟啊 刘秘书 追牙的事情可有进展 暂时还没有 之前要你注意关照的那个女孩 怎么样了 林希希已经被安排进入集团培训班了 并且还将她列入了一一专项助学金 经济上暂时没什么大问题 这就是咱们的公司啊 那我从培训班毕业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上班了 没问题 到时候高低业得让你做副总裁 跟爸说一声就行 神儿少爷 刚从我大哥那出来 是 今年的一一专项基金会名单出来了 我去找沈总确认一下 我看看 一一 来看 这是专门以你的名字 设立的基金会 哇 诶 这里怎么会有林希希的名字 就是在培训班欺负我的那个女孩 这种人也配领我们以你的名字 设立的基金会 把她的名字给我去掉 二哥 这样不好吧 可是这是沈总 特别点名关照的人 大哥怎么会关照他 他进培训班也是大哥的安排吗 是 是的 好 把他的名字从助学名单里去掉 再让他补缴一下进培训班的废训 这 大哥那我自己玩 好 有个大哥哥让我给你的 他让我跟你说加油 说一切会越来越好的 大哥哥 老师啊 希希啊 你的一一专项助学金被审视取消了 没有助学金就自己交学费 一万块 你要是交不及就被退学了 沈维啊 我一直没想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这么针对我 我今天才想明白 不会是巷子口那件事吧 这是二十分给我把嘴闭声 站住 听到什么了 但是扣我助学金 就不怕我恼羞成怒 来个鱼死网破吗 原来读书 是你的底细啊 那我这算不算 知道你的死学 死学 难道不也是你的死学吗 林希希 你可想清楚了 你出生在农村 读书是你唯一的出路 别无二路 你要想鱼死网破 可就真的死 而我就不一样了 你自己 颠颠颠颠颠清楚 你几次三番的欺负 就是为了告诉我 有些话不要乱说 但是我不是软狮子 我是任意让你拿捏的 我不说 你呢 把我的名字 放在助学金里 别再招惹我就行 行 我可以答应你 但是别人 我可不敢保证 你们干什么呢 你们怎么把他给我放进来 你想做什么 我不过是过来和沈小姐 谈谈助学金的事 让你在这机构 已经是大案了 你竟然还敢舔着脸 过来要助学金 可这 我还记得了呢 林希希 你别不要脸 滚出去 依依 以后这种人 少教我 好 指不定心里有多少 很多的招了 嗯 知道了二哥 看来助学金是泡汤 能赚点 试点吧 不错不错 来应聘的 放心 我们这儿 在于最好的 老板 你不是说就是一个晚宴 让我送送酒吗 怎么让我穿成这样啊 要不是看你长得漂亮 你以为我心想着你啊 你不是缺钱吗 沈家出手阔储 你这一晚上就得好几千 什么 沈家 这是沈家为他丢失多年的女儿 沈梅举办的回归宴 我不干 你钱不要了 哎 要不是看你可怜 我再来他帮你 快去 怎么样依依 这回归宴办得不错吧 多谢二哥 嗯 运晨 以后 你好好带着依依 别把你坏毛病交给他 去你 沈总 二哥 你这口味 还挺独特啊 呦 这也牛长得可以啊 我 杂杂 我们喝酒去 走吧 住手 怎么遇到他 他要知道我穿成这样 肯定会误会 林熙熙 怎么沈宇在这里啊 那是谁啊 哇 林熙熙 是你吗 原来是你 哎 别着急走啊 果然低贱的 你打扮成这样 是看上哪位公子哥了 要不 我给你介绍介绍 沈家小姐 沈家少爷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哎 慢着 既然你是今天的服务员 就把我的戒指捡回来 哎 你 你 你 不捡 就给我滚出去 林熙熙 你没有助学金 是不是很缺钱啊 这样 你把东西捡回来 我给你三千小费 怎么样 三千 三千就想让我动手 你想怎么样 一万 好 今天看在钱的面子上 不跟你们计较 如果下次再管不好你们的手脚 不然我发疯 说点什么 嗯 嗯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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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希希 林希希 叫医生 叫医生啊 沈云辰 你平时掉耳朗当 我不管你 你今天差点弄出人命 他就是装的 你知道他的血腰里 怎么欺负医医的吗 就是我还觉得不解气呢 哥 医医是我们的妹妹 这么多年她不在我们身边 我不会让她受到 一丁点委屈 我平常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要是你真弄出人命了 我会亲手把你送进牢里 知道了 对不起啊 我弟就是这样一个人 护美心切 你多理解一下 你不用道歉 他们就是一个愿的 一个愿癌吧 只是 没想到 你是不是 遇到什么困难 谢谢你啊 我还要干活 先走了 这是一一的东西 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妈妈我想听故事 我想听奥特曼的故事 我想听艾莎公主的故事 又到我妹妹房间做什么 又想伤害她 你这么带徒的神 就该下地狱 你又欺负我妹妹 还想鼓务我大哥 你说你到底给我大哥 下了什么迷魂药 说 说 王者 大哥 你还要护着她 你知不知道她刚刚差点想去 一一的房间 还一一啊 沈云辰 你平常护着一一 我不说谎 但是现在她这个样子 再搞下去 就出人命了 那是多活该 你 要是她是你妹妹呢 要是我妹妹 等哪天 一一被她弄死了 你就等着后悔吧 你没事吧 我弟她只是护短 她 这次我不计较 只是无凭无据的污蔑 我不想再有下一次了 否则 我也不敢保证 我会做出什么来 等一下 林希希 这个是你的吗 我的东西 怎么会在你那 林希希 你有没有找过自己家人 沈云 谢谢你啊 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理解 只是 你是他们的哥哥 他们讨厌我 你 你应该跟我保持点距离 长命所是林希希的 如果她是 为什么不认呢 那她呢 大哥 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林希希 你是不是在找你的家人 我可以帮帮她 你不去给你妹妹送礼物吗 各位 今天 是给我 丢失多年的女儿 伊伊 举办的 回归宴 从今以后 如果有人再欺负我家伊伊 那就是跟我沈家 过不去 伊伊 今天呢 大家都给你准备了很多礼物啊 伊伊 妹妹 这可是我专门找人 给你定制的翡翠手镯 哇 这可是明秀芳的手镯 价值三百万呢 薛薛 安得什么心啊你 怎么着 我家伊伊刚回来 你就想拐走啊 哪敢啊 伊伊 哥哥也给你准备了礼物 以前哥哥总出的小时候 要陪在你身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却让你一个人受着苦 哥哥对不起 这是 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爱莎公主 还不去干活干嘛呢 好 大哥 对不起啊 小时候的事物 真的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 想起来有什么用 来来 二哥有礼物给你 谢谢二哥 爸爸也有礼物啊 谢谢爸爸 别羡慕了 没有那公主命 羡慕也羡慕不来 快走 大哥 一羡慕也羡慕 你长命锁呢 对 一羡你长命锁呢 长 长命锁 就妈妈给的长命锁呀 你看 啊 我不知道啊 自从我失忆之后就没有这个 可能是丢了吧 没有 就是个小物件 没有就没有 一羡回来就好 云晨 刚刚爸叫你过去 一羡 宴会结束了 你去休息吧 嗯 有什么话不能到一羡面说 云晨 你知道一羡的长命锁在哪吗 在林兮兮那 什么 我就知道 她不是什么好人 人穷还贱 指不定什么时候偷了一羡的 偷的 你要想清楚了 刚刚一羡可是亲口承认 五岁那年就没见过长命锁 长命锁为什么会在林兮兮那 你不觉得奇怪吗 你要说什么 如果林兮兮 就是一羡呢 你五次三番维护林兮兮就算了 你现在竟然为了那么一个玩意 怀疑一羡 她可是做了亲子鉴定的 沈云晨 如果林兮兮就是一羡 你会对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的 我也是不好后悔的 老板 我今天的钱转了吗 得罪我的客户还要拿钱 怎么 你跟沈家有仇 哪有什么仇啊 不过就是有些人 以为我听到了什么秘密 林兮兮 你敢骗我 你们先聊 我去那边看看 什么秘密 赵依然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知道你的秘密 我一直说的是 在巷口你给别人钱的事 你 捞戒指的钱 你不想要呢 给你 哎呀 手又划了 你不要骑人太善 你要是不要的话 我就向阿姨来打扫了 哎 大哥 医师的帮他 他没有错 没底线的 是他 哎 李兮兮 大哥 走 二哥 哎 李兮兮 说我可以帮你的 你没必要这样 没必要哪样 自清自荐 沈宇 你演够了没有 我都要演够了 你们没必要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的把我当猴耍 而且 这是我的人生 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你 你以为我想这样 从小到大 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 养母又只是把我当成生育的工具 你以为我像你一样 一出生就在罗马 我要是想翻身 就必须得放下尊严 别再跟着我 刘秘密说 找个机会看一下 小姐跟父亲的DNA检测 或者重新测一番 老太婆 老子今天新买的鞋 被你搞脏了 给老子付钱 我没有钱呢 儿子生病还差钱呢 给我搜 你们在干嘛呢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过来 我管闲事 下次再让我遇见你 打死你 走 没事吧 喂 西西 你别走 我专门来找你的 西西 你哥哥生病了 我知道你在城里赚了钱 帮帮你哥哥吧 在你给我下药 让我嫁给我哥哥的时候 你就应该想到 我们之间没有关系了 可是我也养了你那么大了呀 西西 西西 我知道那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可是你哥哥也没有错 都是我教的 西西 沈总 我刚看到你妈妈了 她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没有 她也不敢再对我怎么样 无论如何 谢谢你 走开走开 谢谢 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情 连我大哥都会勾引了 你想干什么 把东西拿出来 什么东西 听不懂 沈云晨 我求求你了 你这种货色 我才看不上 这是我的东西 那是依依的东西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出现在我身边 我一定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痛不余生 不好意思 我马上去 不好意思 待会儿哥带你去吃点好吃的 不是 我的神儿公子 没双入你吧 还不赶紧爬起来 给沈公子道歉 又是你 你认识他 沈公子 我怎么会认识 这么恶心的事 二哥 还是快走吧 别让他 扫了我们的兴致 你没听见 是是是 这不需要你坚持了 走吧 行什么呀 我又没犯错 要怪就怪你命 滚吧 别让他扰了我们的兴致 大哥也真是的 公司就那么忙忙 说好陪我们一起玩的 别管他 我们到了 你小时候说 想让哥哥带你坐以后旋转幕吗 但哥哥还没坐到你就消失了 那我们今天补上 好 对了 还有份礼物给我 长命锁 这是你的 我的 是我之前那个对吧 对 之前被林熙熙抢走了 哥给你抢回来 是林熙熙抢走的长命锁 难道林熙熙就是什么呀 我不是吗 以后还是要离他远点 这种没下线的 指不定做出什么伤害 不说了 咱们求二先让孟马吧 好 以后这里不会再找你了 市里演的 学废子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吗 熙熙啊 你哥哥病情又恶化了 还需要钱 再帮一次好吗 我不欠你们的 老师啊 再拖一下 我一个星期之内肯定给我啊 谢谢 哥 我们去哪玩啊 你想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那我想去 逛街 当然可以 等逛街 哥还有礼物给你 什么 等到时候再告诉你 好吧 两个友情又帅出你的哥哥 什么也太幸福了 就是就是 我公司还有事 你们去吧 大哥 你好不容易答应我的 你怎么又放我哥子呀 大哥 总是工作第一位 没事 有二哥呢 怎么样 林小姐他哥哥生病了 他的养母带着人来看病 之前 直至没有交上医疗费 最后还是林小姐交的 严重吗 不严重 手术之后就能痊愈了 你盯着点 还有 林小姐被二少爷 从一一基金会上去除 所以 她现在经济压力有点大 什么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对不起沈总 我一直以为 二少爷跟您说了 你 下次再有这种事 你就不用出现在我面前了 是 孕晨就算是户短 她也不该这么把人往死里逼啊 林小姐人呢 她现在在游乐园间指 你现在去给学校那边说 给林小姐找了个专项扶持资金 但是这件事 不能让别人知道 是 沈总 下车去干啊 我说你是来玩的还是来工作的 不是经理 我就是喝口水 喝喝喝 在家怎么不喝饱再来 工作时间是用来喝水吗 干不了 去给我滚蛋 她对我做出那种事 我不可能原谅她 更不可能原谅你 好你个林熙熙 你自己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 我们服役 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哎呀 我的病怎么那么苦啊 你要闹是吧 走 去警察局 去就去 那还怕你不成 那走啊 你要是不去的话 我就去你学校闹 让你不得安生 你去我学校了 哪个医院 你哥是真的病 我就这一个儿子 还剩多少钱 一万 一万 不管鱼儿做过什么 你从不能看着你哥就去死吧 好好好 我可以交费 但是你也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答应 我都答应 好 以后你和林语 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好的 以后 我绝对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是不是你把我女儿藏起来了 是这个女人 医生 怎么样了 经过对比 赵依然跟陆强确实存在血 杨语 长命所 难道这些发生在林熙熙身上的事 都只是巧合吗 过两天就要补缴学费了 一万块 会不会退学的呀 你还交不交费了 支付一万元 账户余额剩余 零点零一元 李熙熙 我知道你在怪我们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样逼你 我有什么好怪你们的 你的助学金的事 我不知道 你知道有用吗 你会打骂他们吗 会罚他们吗 不会对吧 沈云 助学金 是你给的吧 沈云诚说的没错 既然是你们家的助学金 想收回就收回 我也不会怪你什么 我送你回去吧 太晚了 不需要 我说了 我送你回去 沈云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人各有命 你不用可怜我 喂 妹妹 喂 老师 西西啊 你的学费解决了 机构决定给你找了 一对一的基金资助 四年的学费 你都不用丑了 真的 喂 你还在外面吧 赶快回去休息 嗯 你们认识林西西吗 认不认识林西西啊 认不认识 西西 你们认识林西西吗 你认不认识林西西 哎呀 同学 你 你们认识林西西吗 哎呀 依然 最近功课怎么样 认识林西西吗 还不错 哥 有什么奖励 当然有 你不是一直想要 认不认识 西西 是你啊 谁让你来的 你连哥哥和妈妈都不管 我肯定要到学校 去找你学校的领导 老师和同学讲讲理啊 你危险 西西 这句话就难听了吧 刘燕燕 你要是害我上不了大学 跟你儿子 无归于尽 你 我手里只有三千块 剩下的 我再去见 只有三千块啊 还不够你哥哥的后续治疗费呢 哎 我认识个人 他可以把你介绍给大老板 西西 你要不要 刘燕燕 你不是想让我当你儿媳妇吗 现在把我介绍给别的男人 又不用给他生孩子 你 我最后一次警告 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跟你一丝往过 小样 还敢跟我都 我们走吧 哎 哥 我想去逛逛 我知道你公司忙 这样 我自己去就行了 行 记得打电话 嗯 肖 看来是有人生病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可听说了 有人付不起学费 要被退学了 还不是拜你所赐 来我家当妞人 我给你付药费 是不是心动了 可以 但是 你现在就得给我钱 真是下戚 这儿就是你的房间 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你的工作内容啊 就是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但是 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 你不反抗一下 反抗有用吗 你不就是想欺负我 以此为乐啊 你连钱都给了 欺负两下 无所谓 你还真是跟二哥说的一样 毫无下限 行了 好好享受你的永远生活 林熙熙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是不是神贵 大哥 你回来了 这是我们家的庸人 林熙熙 你见过的 庸人 对啊 林熙熙家里有点情况 我帮助他一下 二哥呢 他呀 跟他那些虎碰狗要往 出去玩去了 这个二哥也不带我玩 大哥 我肚子有点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那你等我换身衣服 安林熙熙 记得把菜做好 你也坐下吃吧 少爷 这不合规矩 这不是古代 我们只是雇佣关系 不是主播 是要你坐 你就坐 怎么 你觉得我们不配 一起吃饭吗 不用了 受不起 哥 你看他 伊伊 他毕竟是你同学 西西 坐下吧 伊伊 伊伊 你看哥给你带什么礼物 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进来的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二哥 他现在 是我们家的佣人 你着吧 嗯 哥 他现在条件不是很好 我帮助帮助他 不行 他做了佣人 害你怎么办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 离得远点 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 哥 日行一上呢 你别让我发现你出话 不然我非爸的女性 不敢 好了 吃饭吧 快来吃饭 今天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好 尝尝这个 爸呢 爸和他朋友出狱钓鱼了 怎么 你是爸宝男 死丫头 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要是我生在这样的家里 不愁钱 不愁生活 还有两个哥哥 该多好 喜欢这房间吗 进去 把桌子擦干净 嗯 你小时候长什么样 嗯 不记得了 五岁之前的事情 我都不太记得了 所以 我小时候长什么样 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你小时候 跟我还挺像 我 你还在狡辟 我说了 那个翡翠耳环 不是我偷的 你说不是你偷的 就不是你偷的 这全屋上下 就你最缺钱 嗯 去把她身上搜一下 指不定藏在什么地方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李希希你 你们没有证据 凭什么搜我身 今天不是只有你 进过我的房间吗 不是你还有谁 我进房间的时候 你一直在我身边吧 我拿没拿 你不知道啊 谁知道 是不是你自己尽头 如果你们没搜到 我给你道歉 冤枉 一句道歉 我付你赔偿金 金额随便 不需要 我要你下贵 你 李希希 这份公诉 你要还是不要 你 你干什么 大哥 他要偷我东西 找到证据了 沈云辰 你作为哥哥 你这么叫妹妹呢 沈云 你几次三番维护她 一一才是你亲妹妹 正因为一一才是我妹妹 我才不能放任她不管 前几十年没管 现在想起来 沈云辰 忘记以前妈妈是怎么教你的吗 忘记以前一一是多么善良的吗 善良 善良又是命 老天爷还不让一一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吗 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 走 去换身衣服去 如果你是我哥哥就好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哥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呀 你怎么会做错的 以后别离大哥 没想到大哥如此护着他 看能得有句后话才行 这里是一万 只有这么多了 一万 我拉扯你这么大 就给我借点钱 从小到大 你在我身上花过多少钱啊 你心里有点数吧 我不管 这不够 你走 我就去学校 你去啊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我有理 还是你有理 你别忘了 下药 还想让我当媳妇 这些 可都是犯法的 你赶走 我 白眼狼 早知道我就不解你 你谁呀 想不想让林兮兮回去 你什么意思 你儿子的病早就好了吧 你知道林兮兮永远不可能再回林家庄 所以想方设法从她那儿得到钱 要是我说 我能让林兮兮回去 怎么做 没想到她竟然是这样的人 不要脸 林兮兮 这是你吗 林兮兮 早点滚出学校 这么不自爱 跟她这种人一起上课 真是令人作悟 我就是穿了那样的衣服 那这能代表什么 你自己心思卧躁 还非把别人也想得这么糟 天学们 像这种影响我们班级形象的人 就应该让她滚出去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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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滚 啊 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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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兮兮 又惹了这么一谈子事 这机构被你搞乌烟瘴气 开除 我要把你开除 凭什么呀 我穿的衣服又没有影响任何人 你不服是吧 不服 给你三天时间有些事 处理了 不然 你去给我滚 十二公子 最近一直陪着妹妹啊 好久没跟我们一起喝酒了 去去 你们这些臭男人哪有妹重要 你嘻嘻 老板 你就帮我录个视频 或者写一段话 帮我澄清一下 因为我只穿了那件衣服 就脱掉了 而且只是为了赚学费而已啊 老板 这 老板 我求求你了 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我不想被退学 怎么样 那我帮你 老板 不该帮他 老板 你要是帮了他 这店就不用开 沈云晨 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对我 单纯看你不熟 你 我知道真相 就随意听家庭 沈家的家教 不过 我的家教轮不到你来智慧 老板 今天话就说到这儿 你自己看着办 老板 希希 我也想帮你 可是 十二公子是我的儿人 这酒吧都是他投资的 我可以帮你 沈云晨 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屋 喝酒啊 喝酒最能表现诚意了 喝 喝 老板 来一打醉裂的酒 喝吧 真能喝 可以了吧 我可没有 这酒是你自己要喝 你 你不准走 林希希 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 妹妹 你缠着她干什么 对不对 还不准跟我们一起玩呢 你放开我 还挺凶的嘛 我说你放开我 我忘了怎样 你 一句欢迎嘛 对不对 我们就喝喝酒 别碰了 你要是再哭 我就死在这儿 等一下 我的照片怎么在你手里 这个人是谁 我女儿 林希希啊 你说什么 林希希到底是谁 你个疯子 我刚才不是说了林希希 说不说 你想干什么呀 想打人哪 我女儿就是林希希 打人了 欺负老人了 十万 不过你说出什么话 我给你十万 多少 哥 确实 你是来看妈的吧 嗯 走吧 今天在医院 表现得不错 以后在别人面前 就装作不认手 好嘞 好嘞 沈小姐 我女儿那件事 怎么样 你放心 林希希在学校的事情 一直在论坛上 讨论着 等时机成熟 你就可以把她带回去 那就好 那就好 对了 在医院那个人 跟你说什么了 她指着照片 问林希希是谁 还给了我十万呢 什么照片 小时候的照片啊 对了 她照片还没还我呢 你说了吗 没有 林希希当年 是怎么去你家的 她就是在悬崖上捡到了 当时和她一起躺着的 还有个女的 我也是好心 可她还活着 以后 但凡是有人问你 你就说林希希是你邻居家的孩子 邻居死了 你好心收摇 听懂了没 你放心 别人给你十万 我给你二十万 你放心 保证按你说的做 我给你十万 我给你十万 喂 声音员 你可以帮帮我 大哥 你去哪儿 待会儿复家晚宴就要开始了 公司有点急事 你们先去替我闻声好 又是有事 怎么 二哥 我感觉头晕晕的 我叫王一声来 不用 可能风吹多了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今晚的宴会就别去了 好好在家休息 李希希 你不要想起网上那些说的 求求你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 你这是做什么 给我再往上 把林希的十几句炒上去 喂 沈总 有人故意在炒作这件事情 营销也太大 但劲力才压了 只不过需要点时间 找到人了吗 查出来了 是沈云尘 沈云尘 什么 来 我们继续喝 哥 依依 这不沈家大小姐吗 来一起喝一点 滚滚滚 赶后面 我揍死你 怎么了 林希希 大哥 怎么办啊 大哥铁了心 要帮林希希 现在林希希的事 闹得这么炫 大哥一定会打死我的 依依 待会你什么话也对 一切自然我来着 沈云尘 可就别怪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为你 讨一个功道回来 我就是想安安静静地 度过这四年 大哥 沈云尘 往事那些事 你知不知道 知道 是我做的 流言蜚语 是可以毁掉一个人的 知不知道 敢做不敢当 上门心事问罪是吧 还学会找我大哥 做靠山了 林希希 我就问你 那些照片是不是真的 就算是真 以断章取义 那也是造谣 沈云尘 你知不知错 我没有错 大哥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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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打了 够了 沈家从来不正视欺人 这是做错事的教训 林希希 你满意了 满意 这点事 不仅你们带给我的一半 你 阿哥 沈云 算了 轻点 轻点 对不起 二哥 小点声 被大哥听到了 我知道不是白哀吗 大哥也真是的 竟然被林希希那个女人打我 气死我了 到了 到了 这次是沈家错 如果有任何需要 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不想见到你们沈家的任何人 等一下 这件事情还没过去 小心一点 谢谢 医生 麻烦你比对一下陆层跟林希希的DNA 好的 他哥哥生病了 他就是不管的 这个养女儿 真是狼心狗肺 他哥哥生病了 他都不管了 哎呀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你不都是看着了吗 大家都看看 他就是我那个不孝女 哎呀 我不是都给你钱了吗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会再出现我生活里了吗 大家都来看看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我怎么养了 这个狼心狗肺的 白眼狼呢 这就是闹出这样的丑闻 居然还放弃母亲 呸 这是不要脸的东西 就是 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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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你们 都给我闭嘴 你们清楚事情的经过吗 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啊 他养我 只不过是把我当成 他傻儿子的媳妇 他们全家 把我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 抛我气凶 他傻儿子的医药费 是我拿学费给他输的 到底是他没良心 还是我没良心 呸 道德败坏 真是什么都敢变 就是啊 真是这样 还敢出来 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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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回家 不回去 不回家 西西哎呀 哎呦人不见了 这待会 放心吧绝对不会 敢跑是吧看我不打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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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 怎么样 林西西跟陆祥 确实有学院关系 成命所 拐卖 林西西才是医业 林西西才是医业 医生 正好有一次 需要你检测一下 好的 哥 你以后都会陪着我的对吧 只要你能够开心 哥就都会陪着你 大哥 大哥 这什么 看了就知道了 这不可能 这是伪造的 这就是真的 只是你不敢相信罢了 二哥 这到底是什么呀 说 你到底是谁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事到如今 还在这装傻冲浪 我真的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就算是这样 两个人都是爸的女儿 必定有一个人是医医 你也不能否认她不是医医啊 这份呢 医医跟妈 还有赵依然的DNA检测结果 上面写得很清楚 只有林西西才是妈的 林西西才是医医 你的信息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医医 这怎么会是医医呢 不是呢 不是的大哥 一定是弄错了 这一定是别有游戏的人伪造的 滚开 事实就摆在你面前 你还要欺骗自己到什么时候 林西西绝对不是医医 绝对不是 你放心 哥哥以后会保护好你的 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 哥哥真好 林雨呢 出院了 出院了 沈总 到处都找过了 学校呢 培训班李主任那边查过 大哥 林西西不见了 是吗 哥 林西西他 你别紧 等等林主任 沈总 沈儿少 你们打听的林西西 我问过学院那里的人说 他妈妈在门口闹了一头 之后 林西西他就跑了 然后就不是祖宗了 你说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天白天的事 我这还要监控视频 视频我看看 哥 肯定是他杨母带走了 你们打开视力 有没有他接触去 有 林下说 林下说 以后还跑不跑了 还敢笑 我看你力气还多得很呢 说先就不用吃饭了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谢谢 恭喜 谢谢 恭喜 谢谢 恭喜 恭喜 刘大姐 养了这么多年 可算要成自家人了 恭喜 恭喜啊 不是他不听话 早就是我离这媳妇了 哎呀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谢谢 谢谢 我不能这样 大家吃好吃好啊 我一定要出去 时间不早了 我去把新媳妇接出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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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林欣欣 还敢跑 只要我活一天 我就会跑 就算我今天跑不了 等你入土了我也会跑 然后我要掐死你儿子 把你错误杨慧 还敢嘴硬 我看你过了今晚 还能嘴硬吗 你又对我做了什么 我在你面条里下了药 太害怕 儿子 快带着你的新媳妇 快拿着 婚礼怎么还不开始啊 恭喜刘家喜气阳闻 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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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现在婚礼正式开始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 不及小梁走的事 闹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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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是妹妹 也是我的 媳妇 哥 妹妹是不可以当媳妇的 可以 是媳妇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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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林熙熙呢 你谁呀 我问你 林熙熙呢 这不是上次林熙熙逃跑是那男的吗 原来是你放走了林熙熙 我说看着你怎么这么眼熟啊 还敢在这儿撒你 要不是你 我孙子们 你 坤修医医 这儿交友 你们敢在林家庄撒野 看我 来啊 来啊 出我来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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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 林熙 不可以 姨姨 畜生 哥 一一之事 哥 一一之事 一一之事 哥 一一之事 哥 哥 一一之事 哥 一一之事 我浑石魔的外号可不是盖的 让开 消退骨折 皮肤多处擦伤 其他无大碍 这句畜生 到处就该把他们全部打死了 人已经送到牢里 法律会让他们得到应用的惩罚 你们等他醒来 最好是给他请一个心理医生 给他做一个心理疏导 谢谢医生 对不起姨姨 都是哥宝 都是哥的错 我就是个混蛋 够了 你让医医好好休息一下吧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当初 赵宜然来的时候 我还特意去调查了一下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背后一定有人帮他 大哥 你觉得是 什么 爸怎么会 会不会爸也蒙在鼓里 我调查过赵宜然 他压根就不认识什么有权有势的人 除了爸 没有第二个人选 这 怎么会是爸 等爸来了 一切自见分享 不过在此之前 还有件事得算算着 我们走 爸 你得帮我 真正的水 滚开 大哥 大哥 滚开 如果是你心存善良 或许我们还对你欺骗的行为既往不咎 可是你怎么这么狠心 将医医重新送回了狼虎 我 我没有 没有 那你听听这是什么 是 是沈维 她说她是沈维 她说她有办法让我带回林兮兮 无名 这全是无名 证据都在这儿 你还敢狡辩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把你对依依的事情加倍奉还 沈云 沈云 沈云全 你别忘了 你们全都是帮凶 沈云全 是谁听人欺负她呀 是谁 闭嘴 沈云 你别一副伪君子的模样 你是一切事情的纵容者 你纵容一切什么发生 纵容你的妹妹被欺负 说我 你们好意思吗 你 这一切的源头是你 你 你想要警惕身份享受荣华富贵 那我就让你什么都得了 你们没有资格这么对我 我也是陆强的女儿 你们没资格这么对我 不要忘了这家姓沈 把她给我赶出去 进去看看有没有带走沈云的东西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别拦住我 放开我 放开她 爸 进去看看有没有带走沈云的东西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别这样对我 放开她吧 爸 她到底是谁 我对不起姨姨 你对不起的何止姨姨 还有我妈 对 我也对不起你们的妈妈 我和依然的妈妈赵慧 从小青梅竹马 后来感情不合分手了 不久之后 遇到了你们的妈妈 可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当初赵慧怀了我的孩子 赵依然就是那个孩子 对 我也对不起她的妈妈 那依依呢 你有没有想过她 当初我派人查过赵依然的身世 一切正常 要知道 伪造身世 她一个人 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 可依然也是我的孩子 我心里愧疚啊 这些年 其他家族 对我们沈家虎视眈眈 如果沈天有私生女的事情曝光了 那我们沈家必然陷入风波之中 我想着 让依然先代替了依依的身份回来 那你可想过 依依这些年都受了什么苦吗 是我错了 好 不管之前 那赵依然呢 您打算怎么处置她 你不应该问我 等依依醒了 你问依依吧 依依 人呢 我也不知道啊 刚刚还在这儿呢 还不快去找 好 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没有啊 你见过吗 大哥 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哥 学校那边 还有她经常去的地方都找过了 没找到 好 那肯定还在医院里面 咱们分头去找 好 爸等会儿要过来 好 好 真的不注意 我把她弄下来 啊 啊 啊 是我 是哥哥 啊 是哥哥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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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愿尘 你个混蛋 混蛋 混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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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怎么样 情绪稳定了 沒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啊 妈 我 我真的是沈维吗 是的 你从小就带的长命锁 还有亲子鉴定 这些是不会有错的 见你第一面 我就觉得很亲切 只是 中间变过太多了 是哥哥不好 没能照顾好你 哥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妈妈的收养 收养 你不是我亲哥 依依 你永远都是我妹妹 那我是怎么丢的呢 当年 妈妈跑到警局 看项目进展 刚好带着你一起去 后来你们双双坠哑 找到人时 妈妈重伤 奄奄一息 而你 也不知所踪 我五岁之前没有任何记忆 是因为坠崖 不是生病啊 依依 你以前的事真的不记得了 爸 依依依 你受苦了 是爸爸对不起你 依依 让你流落在外 是爸爸不对 是爸爸对不起你 你原谅爸爸 好不好 依依 你要理解爸爸的难处 那你想怎么处置赵依然 我 所以你不打算处置他 现在还不能公布你和他的身份 一旦公布 这对沈家来说是一桩丑闻 我们沈家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我不同意 沈云 这些年 我将公司的事务全权交给你 不代表你在公司 在沈家 有资格对我这样说话 所以让他顶替我的身份 那我呢 你还是依依啊 只是我们不对外公布嘛 依依 算我求你了 你这是在逼我 依依 你不该答应爸的 隐瞒身份对你不公平 该我的就是我的 他不给我 我还能强求 依依 个个心疼你 还是做沈维好 有哥哥 不是当沈维 你就是沈维 沈维是你 嗯 嗨 给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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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我腿上的伤吗 已经没事了 我可以摸摸你的头吗 一夜 原谅哥哥 都是哥哥的错 你将怎么惹罚哥哥都行 你放开 一夜 沈维 我要回家 嗯 好 大哥 阿哥 妹妹 你怎么还在这儿 哥 之前是我鬼明星窍 但是 我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兄妹啊 谁跟你是兄妹 我的妹妹 只有姨 妹妹 追星的事 是姐姐错了 你能原谅姐姐吗 装可怜给谁 开学那会儿 你问我偿命所的事 就知道我是什么人 那你应该早就知道 爸爸我藏起来的事 这就意味着 你还是什么人 依旧可以待在沈家 原不原谅 不伤大雅吗 赵医山 你竟然骗了我这么久 原谅 好吧 妹妹既然这么想 那我也没办法 好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吧 还有 如果有人透露出半点风声 这个家 他也不要呆了 爷爷 带你回去休息吧 沈远 你这是 楼梯路不合走 我这是 怎么回事 密西 他再怎么样 也是你名义上的哥哥 你可以 放我下来了 哦 以前来这儿 我就觉得很熟悉 没想到 这真的跟我有关系 这真的是我家 爷 以后 我一定会时刻守护在你身边 你要结婚 我要嫁人 怎么时时刻刻守在我身边 小傻瓜 在你结婚之前 我不娶 这总可以吧 西西 你可以 好了好了 我要休息了 你先出去吧 好好好 我先出去 出去出去出去 我要休息了 不不不 不可能 一定是我脑子不清醒 你上学的事情 我已经安排好了 对啊 妹妹 你终于可以重回学校了 不用了 可是 你不是最想读书的吗 你知道呀 那你之前还故意那么对我 我 沈云 我吃饱了 我要回房间 那我送你回去休息 你 都是你 儿子 我也没做什么 别叫二哥 坐下 大清早的 吃个饭的不得安宁 爷 你就吃那么一点 你真不饿 为什么不劝我 劝你什么 都是一家人 原谅他 姨姨 你受的苦 我们都无法为你承受 其中的冷暖 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原谅他 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先去休息吧 嗯 姨姨 嗯 我的世界欢迎你来到 等来我的美好 天上月亮 是我在想念你的 你没事吧 我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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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才怪 为什么偏偏让我知道 你不是我亲哥 学校还是要去的 生气归生气嘛 那本来就是你的 啊 哦 我知道了 那个 我还没听过 你叫我哥哥 学生氛围 却是恋意笑意 哥哥 好好休息吧 尚教授的表情 是假装真谛 却还埋不住 开心 沈维 独会一次的感觉 是不是很好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所以 你就是为了这个 点听你的身份 林希希 虽然我们不是一个 母亲生的 但是我们是一个父亲 你从小时候不好 我也不好 谁都想翻身 赵依然 你装可怜给谁看 林希希 我可怜 可怜的是你好不好 虽然 我拆穿了身份 但是我还在这个家待着 还是 以你的身份待着 假的 终究是在 你 永远成不了真的 也不知道跟多少男人睡过 你看他以前的衣服 破的嘞 像从垃圾桶里面剪出来的 现在 一身名牌 你敢不敢大声说一次 看来 是真棒上什么土豪了 说话底细这么足 是啊 我怕说出来吓死你们 你 嗯 我可是陆家的千金 你怎么敢这么多人说话 你去查呀 你要是查不到就闭嘴 别在这乱造 陆家 藏什么东西 如果你不想陆家出问题 就把嘴给我闭上 嗯 以后 我要是再听到有人敢说林希希 一句不好 当心吃不了兜着嘴 依依 你放心吧 有我在 没人能够欺负你 哎 依依 依依 要是有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 我说过 你不要再跟着我 依依 我就是想保护你 哎 这不是沈家二少吗 怎么好久没来我们酒吧玩一玩 哎 小姑娘不是上次跟我说那个 不肯从我们被沈二少制服了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上次不是还说 让我们一起玩一玩吧 呜 干嘛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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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够了 沈云晨 你以前对我造成的伤害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 你要是觉得愧疚的话 那就带着这份愧疚入了 你真想让我开心吗 那就永远消失在我面前 不可能 小心 呜 依依 你没事吧 医生 你快看看 依依你终于醒了 你可把我吓坏了 没什么问题 只是惊吓所致 好好休息几天 好好好 依依 你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好像想起妈妈了 你想起了 只是一些模糊的片段 我看到 看到我们躲在草丛里 然后还有一些 坠下悬崖的时候 躲 所以当年那场坠崖 不是意外 是人为 爸 你如今可相信我了 依依 这只是一些片段记忆 也有可能出现偏差 我们还是 等它记忆完全恢复了 再说 我去找医生 确认一下 对对对 依依 这没什么不舒服吗 我不想住医院了 不想住 咱就回家 嗯 依依 当年的事 你真的只回忆出这么多吗 嗯 我只记得 不是意外 是人为 放心 这交给我 若是别人有意为之 我一定把它救出来 嗯 我们一起 就送我到这儿吧 你腿刚好 注意点 嗯 林兮兮 哎 一夜 怎么这么不小心 要不是你跟着我 就不会摔了 一夜 我 别跟着我 哎 那不是沈家二少吗 她怎么一直奔在 这个女孩身后啊 都闹出丑闻了 还敢来学校 她不是被她妈 嫁回去退绝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还不是傍上大款了 爸 这就是你许诺 给我的生活 你的身份没有被曝光 已经是万幸了 可是我在这个家 依旧没有任何定位 据我所知 真的沈卫回来了 又能怎么样 地位 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有些话 我不能您说 少了鬼 依依 你果然是最美的 对对对 看来以后 我一定要多带你出去逛逛 已经开始期待了 看来你很喜欢 带妹妹出去玩 依依 你是不是终于承认 我是哥哥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 冷少的生日宴 我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不需要 做好自己就行了 这些都是属于我的 是我的 林希希 不用那么大声喊 在这呢 赵依然 这衣服是不是你弄破的 妹妹可别污蔑我 她自己会爱的呗 虽然作为姐姐得让着 但是 你也不能这么欺负姐姐 还不承认 你 冷室是那么大的场合 依依 你穿成这个样子去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妹妹说是我弄坏她的衣服 可明明昨天晚上 我都在自己的房间里 赵依然 没有人说过衣服是晚上坏的 你可真不要脸 我猜的呀 她今天早上来问我 那肯定是随便晚上弄坏的 爸 我们特以为依依准备的衣服 被人弄坏了 虽然事情不大 但这么针对依依 肯定不行 就是啊 肯定是她弄坏的 妹妹 我以前是对你不好 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如果非要认为是我做的 那就是我做的 依依 你说你这衣服 是姐姐弄坏的 你有证据 全无上下救她跟我有仇啊 那就是说 你一点证据也没有 妹妹 要是 还是认为是我做的 打我 骂我好了 赵依然 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 好了 依依 既然没有什么证据 那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 去换个衣服 哥 现场的这么明显 依依也没说 你的做法 太蠢了 什么意思 想要真正在这个家 站稳脚跟 可不是靠毁掉一件衣服 这么愚蠢的做法 我只是告诉她 那些东西都不属于她 她是我的女儿 可她可是沈淑华的女儿 你拿什么跟她斗 那我怎么办 连阴 妹妹 今天是冷湿千金的生日 你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 你到时候得罪了什么人都不知道 八嘴闭声 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们几个今天给我安分点 陆总 好久不见 是啊 等一下好好喝几杯 这远远出落的越发动人了 这衣服好像在那儿酱 依然好像跟你穿的一样 这下好了 谁丑 谁尴尬了 你 这位是 叔叔你好 我是沈为 眨眼 女儿这么大了 现在女儿少回来了 等舒华醒来 你们一家真的团圆了 是啊 舒华醒过来就好了 这位是 我 我的一个远望亲戚 请进 修 还想到千金小姐啊 就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诶 赵依然 你在成为沈为之前 是干嘛呢 说别人之前先电量电量自己吧 不过 看在你当不了沈为几天的份上 我就懒得跟你计较 嗯 沈哥哥 我们好几年没见了 是啊 转眼就长大了 生日快了 希希 我有事 我先去找 深宇 张叔过来了 这不是 沈宇和冷园吗 都长这么大了 张叔 李叔好 最近在忙什么呢 能不能 带带我和沈宇啊 虾忙 有项目 张叔李叔以后喊你们一起了 怪不得你们关系这么好 像小两口 我们那边还有朋友 先走吧 啊 元元 我去找我妹妹 他可不是什么远方亲戚 什么意思 你喜欢我大哥 对吧 对啊 我帮你好不好 我帮你好不好 怎么帮 生米 煮成熟饭 你是不是沈家大小姐啊 对 对啊 这么下三乱的手段 都能说出口 撞山的事 我还没给你算账 还在这里满口胡言 我告诉你 我看上的男人 我自己能追 一颗棋子 用不着就算了 我又不是没其他的 还有 抓到一只 小老鼠 怎么不过去说出话 不想去 我也不想 看来志同道合 不如交个朋友 不想 服务员 作为客人 喝一杯不介意吧 李希希 跟我过来 哦 饮料已经给了 干得不错 老牛 你要干嘛 我没干嘛呀 大哥 怎么了 依依 他就是个花花公子 你知不知道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会没关系 你跟他绝对不可以 啊 大哥 你在说什么啊 我 我跟雨 为什么不可以 不都是冷家人吗 为什么冷小姐可以 冷少爷就不行 依依 冷小姐 叫你呢 老娘公子 沈小姐 沈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没事就好 小小怎么还没发嘴 我脑袋怎么这么晕啊 沈小姐 一个人啊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大老板 跟着我 以后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你放开我 你谁啊你 你放开我 沈小姐 一 一 一别怕 啊 沈 沈总 沈总 我不知道她是你 我该死 我该死 你确实该死 你就等着公司破产吧 对 西西 杯下药了吗 这是 星空照亮过去和未来 You know that this is meant to be 有天你会向我走来 Stars are a lie say it's forever now 最近般存在 知道很久 你知道我是谁吗 嗯 知道 是谁 我能不 立马带个医生来 在星哥酒店 1203 你醒了 好点没 医生马上过来 你等一会儿 好 吃个药休息会儿就没事了 沈总 那我们就先走了 嗯 沈宇 我刚才 依依 都过去了 没事 哦 对了 你按会上吃了什么东西 或者喝了什么 我就吃了点点心啊 但是都是我自己拿来 应该没问题 我知道了 沈总 这里有没有你要找的人 依依 看看 哎 经理什么事 就是他 哟 小美女 舍得请我吃饭了 你知道我昨天发生了什么吗 什么 我被人下药了 真的 那你喝沈宇 哎呀 你瞎说什么呢 那是我喝 你们有血缘关系吗 关你什么事啊 哦 那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呀 你知道 哎 你不要把话题带歪好不好 你知道是谁给你下的药吧 本公子风流倜傥 想给本公子下药的人多了去了 哎 好了好了 你说你说 是沈维 沈维 嗯 这 那不是你姐姐吗 啊 你想娶她吗 这 本公子还没潇洒够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步入灰心的殿堂呢 况且 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做做的 不喜欢不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你这样的 多可爱呀 你干嘛 不就打声招呼嘛 那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啊 哼 当然是在哥哥姐姐面前 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喜欢咯 哎 好了 开个玩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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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别跟着我 小可爱 下句啊 没有下次了 嗯 哎 那像药那件事 你打算怎么办 沈家大小姐看着我 我能怎么办 只能下次 小心点 守护好冰清玉洁的身体咯 哎 啊 哎 我警告你 不要乱来啊 二哥 别激动嘛 谁是你二哥呀 我跟西西结婚以后 可不得是我二哥嘛 哎 开玩笑的啦 我警告你 别招惹我妹 要不靠吧 你打死 走了走了 嗯 哟 才子佳人呢 哎 你不喜欢那个哥哥 总不会介意 有人喜欢吧 什么意思啊 哎 跟我来 今天沈总终于肯赏脸 接受我的邀约啦 之前有些忙 实在是不好意思 只有有事才能找你吗 沈宇 你知道 我们两家早有联姻的打算 姐 这爸是未来姐夫了吧 你们 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秘密 真的吗 我 大哥好 我们还有约会 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西西 我们走 走啊 冷阳 好像很招女孩子喜欢 够了 沈宇说的果然没错 林西西根本不是你妹 一一啊 以后 不要跟这种人玩了 她是我们圈子里 工人的浪灯公子哥 你们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 到底要怎样 才能原谅我 你有事吗 没事的话请离开 妹妹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姐姐给你做了燕屋 哎呀 你做的东西 我可不敢吃 妹妹 以前的事 是我错了 哎 姐姐有一件事求我 无实现引起 知道 我想嫁给冷阳 那你去跟她说呀 你跟我说 我又不是月老 还能跟你俩牵红线 今天是她送你回来的 我看得出来 冷阳喜欢你 所以呢 所以 你离她远一点 我 天不 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给她下药的事情 你不是喜欢抢别人的东西吗 那就试试 被抢了些 林西西 你别见酒不吃吃罚酒啊 气急败坏了 有本事你打我呀 你 有本事你打我呀 周一然 你要是再敢欺负姨姨 我有很多办法 让你痛苦一生 我 姨姨 你是不是 要跟冷小姐结婚了 什么 你听谁说的 没有的事 嗨 大 大家族的联姨嘛 我理解 冷阳都叫你姐夫了 没什么差别 你就那么相信 那个冷阳的话 等你们结婚 我一定会抱一个大红包的 聊天狂 时间不早 我要休息了 一 哥 对 沈云 你是他哥 我 我 到了 我到了 啊 啊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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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你 是我呀 又来什么道理呀 什么时候约过他 沈云 老杨出事了 上车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快点 赵小姐 这边有情况 李希希 你快来 不然老子郑姐不保 告诉冷媛姐妹 她正在赶过来呢 那就好 依依 你真的喜欢 你说她也不说几层 还得一层一层一层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那我们分头行动 好 记得通电话 哦 冷阳 冷阳 听说今天这栋有人爆料 会有重大新闻 我们得赶紧抢到一轴资料 急事 冷阳 冷阳 是你吗 冷阳 冷阳 别出事 我 沈云 这栋楼的记者刚刚被我清空了 看来是有人要搞事情的 你要干什么 我 我娘 下次哥哥还带你玩好不好 嗯 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不许变 你们花季了 妈妈在那边等你呢 妈妈 你看 这都睡一天了 你看这汗 她表情怎么这么痛苦 我去叫医生 医生 妈 妈 妈 下饭了 就是 冷阳 这件事确实是沈薇做的不对 不过呢 她也是真心喜欢你嘛 可我不喜欢她 叔叔知道 这件事是我们沈子的错 不过还好 没酿成什么大错 作为赔偿 这样吧 我把程西那块地的开发 交给你们冷静来接受 好 既然陆叔叔这么有诚意 那此时就此作罢 什么就此作罢 姐 我可是差点毁了我们的清白 走了 哦 沈宇 我们聊聊吧 嗯 大哥这有情况 确实 这次啊 可是让我冷价捡了个大便宜 沈宇 这几年来 沈家经营越来越少了 内部腐败是大头 再加上傅氏 尘氏 虎识丹丹 沈家傅被受敌 若是你我俩在携手 孙元 我对你没意思 这样 好家伙 你 好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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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宇 我确实很欣赏你 但谁让你有眼无珠 没看上我 刚刚的这一吻 代表我的单恋结束 以后 我们就是朋友了 腾小姐的喜欢 还挺别致啊 其实 你喜欢的 是林希希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她不是你的妹妹 对吧 是 不过没有学员关系罢了 那你还不赶快上 她好像喜欢冷阳 冷阳 来来来 喝酒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让我们也不开心 我跟你说 我没有啊 以前 我都不敢来这间酒吧的 你以为我没有钱 呀我得打工赚钱 嗯你们知道吗 嗯走开 哈哈哈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她 啊你就是你 我恨你我恨你一辈子 可是我真的好喜欢 啊 干嘛吐我身上啊 好喜欢沈玉 好喜欢沈玉 大哥 怎么不看着她喝这么多酒 你知道了 我可不看什么 哥们 我有点事 你跟我过来一下 我跟你有什么事 我可是知道你很多仇事 你 把一一交给我吧 哎 哎不是你到底想干嘛呀 我有什么立场呢 照顾好她 哥 哥 孕晨 你买点醒酒的东西去 好 沈玉 我是说梦 没有什么 你放开我 别闹了 啊 我们回家好吧 不会 没有家 这个家 把我当生结婚 这个家 我连身份都没有 你又我 我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你放屁 你就要跟乐园姐结婚了 心肤着运光之和未来 You know this is a little tough 原来什么是我的 有天你会想我再来 我不会跟她结婚的 不是 不是 他们都说 你们是财子家人 肯定是会结婚的 我又可以结婚了 我找 我找 你干什么 我们是 兄妹 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 林兮兮 一开始 我确实把你当妹妹 但是我越来越发现 我无法忽视对你的喜欢 那天你跟冷阳在一起的时候 我快嫉妒死了 等等 我好像 有点儿 真的你没办法 放开我妈妈 放开我妈妈 林兮 别怕 妈妈会保护你的 闭嘴 你干嘛要杀我 我都不认识你 我只是拿钱办事而已 反正我死了 你告诉我 到底谁要杀我们 是你最意想不到的 不要 我以为那个男人是谁 我和妈妈是在悬崖边处的事 想必那个男人就是杀人凶手 不行 你赶紧告诉爸爸和哥哥 什么 你说你看到 有个男人追杀你和你妈 嗯 是 别让我再闹他 不然我一定要他 生不如死 爸 你和妈年轻的时候 真的没有仇家吗 我和你妈在一起 确实没有仇家 不过 你们沈家树大招风 这个也很难说呀 那就查 一点点查 现在范围缩小 我就不惜一点也查不出来 嗯 至少我还记得一点体型特征 只是不知道 这么多年变没变 好 我们一定要查到底 爸 你得帮我 本来想着你以沈为的名义加入冷家 到时候就算身份暴露 怎么也会给你一个沈家女儿的身份 谁知道你 下个要这样的小事 拖了这么久 还搞砸了 你可真有本事 那我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爸 你要是不给我名分的话 别怪我们鱼死我破 你要是想留下来的话 那就再狠一点 狠一点 真的没能够讲的 就永远是真的 就是他 上 我是拿钱办事 给冷公子一杯饮料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冷公子 对 我是误喝了冷阳的饮料 你是给什么人办的事 沈小姐 你说 这是不是算我倒霉啊 就算他们不是针对你 你以后也要小心提防着点 说不定他又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 知道了 做什么呢 做桃花羹小姐 哎 我记得咱们家里有一个 零行的杯子 你去替我找一下吧 是 找到了吗 小姐是这个吗 出事的地方已经有十多年了 我找人修复过 但还是很模糊 嗯 已经足够了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嗯 你干什么 休息休息吧 乖 哦 哎 干嘛啦 你说呢 上次的事 你是不是还没给我答复 上次 上次什么事 我不介意帮你回忆一下 我喜欢你这件事 我的桃花羹煮好了没啊 煮好了 冷阳 怎么回事啊 沈宇 冷员姐 你们快去看看冷阳吧 她刚刚泡了冷水 好像清醒了一点 你没事吧 啊 我能有什么事 没事就好 哦 喂 出事的是我弟弟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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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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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只是拿钱办事而已 被热死了 你告诉我到底谁要杀我们 是你最影响不到的 陆强 放开我妈妈 妈妈 舒华 别怪我 要怪就怪他自己想起来了 我问你们 李希希今天吃了什么 我给她做了桃花羹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都吃完了吗 吃完了 这里面你都放了什么 桃花 那你可放的这个 没有 这几天有谁来过厨房 是 哦不 赵二小姐 进来 进来 爸 依然 你沈阿姨心跳停了 走了 可秘密是 是什么 我什么都没看见 可是依然呢 林希希没有死 一旦她醒来 你就完了 那 那我该怎么办 先杀了 不行 我已经下过手一次了 如果在下手会被抓到 那就逃啊 逃得远远的 永远不要回来 依依 你醒了 没事吧 爸呢 爸 在处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 妈走了 什么 她怎么会走啊 怎么会 依依 依依 妈 我是依依啊 妈 你醒醒 你看看我 妈 你醒醒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妈 妈 为什么 妈 为什么会这样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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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找到赵一人 汐汐 你好好在医院待着 我们去去就回 该吃药了 林小姐 林小姐人不见了 你们怎么看的 去吧 你女儿手术的费用 和以后的生活 我会负责 音程 你去那边 我去这边 好 林小姐 我 我 没有想到 你又落在我手里了 赵一人 你这是做什么 你猜啊 是不是陆祥让你这么做的 你们到底在面谋什么 你想知道 天不告诉 你就老老实实 在这待着吧 音音 音音 音音音 音音你没事吧 赵一人往那边去了 那边 你是 陆祥带我来的 我爹派你来救我们 对 帮你下地狱 你 赵一人 谁伤了你 没事吧 今日成交 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死者为一名男性 诶 音音回来了 爸 这人你认识吗 我还怎么认识 不过 可怜是真可怜 这一切都是你做 对吧 你说什么 我怎么不知道 以前的事我可都想起来 王牛就是当年坠牙的凶手 坠牙前看说是你指使的 陆祥 那里面堂真相 你让赵一人来冒充我 甚至还想杀了我 现在赵一人成了你的妻子 所以你让王牛杀了他 现在王牛也死了 爸 妈也是你害死的对吧 好狠的心 三条人命 三条人命啊 音音音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已经报警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就别怪我了 阴晨 哥 终于地团桥哥 一 哥 感谢 阴晨 阴晨 哥 不会有事的 许晨 哥 恭喜啊 新婚快乐 恭喜啊 好兄弟 快入座吧 走吧 让我们有请今天最美的人 我们的新娘 沈维 你要是敢欺负依依依 看我不打死你 知道了 好 有请我们的新人 交换戒指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让我们共同 为这对新人贺财 赵依然 虽然我们同父异母 好歹 我也是你姐姐 幸福快乐 妈妈 我女儿今天结婚了 可真漂亮 要好好的啊 爸 妈 爷 怎么哭了 我女儿 好 好 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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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她的症状表现 应该是亚猪讨中毒 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还需要继续观察 现在是亚猪讨悟食的高法器 怎么会悟食呢 一一没事就好 感谢观看